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压缩的插件来自于DMG Audio TrackComp 是一个9合1的压缩插件 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很多朋友都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讲一讲DMG Audio的插件 DMG Audio的插件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有几款他们的插件 我觉得用起来是有点复杂 但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有机会的话咱们把他们的插件都讲一讲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是TrackComp 这也是我个人认为他们很出彩的 但是很多人都看他们的线服 看他们的mastering的那些特别复杂的插件 但是这个Track系列的插件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错的东西 包括这个,像这个压缩的插件就是 为什么说它是9合1呢 实际上它这个里面有9个不一样的模式 首先有DMG的自己的模式 然后有E-Channel G-Bus 这个G-Bus就是我们经常说的SSL的Bus Compressor 76D,76A,LA-2A,DBX-160 Zena Limiter,然后2K5 这个就是API的2500 所以每一个模式它都去模拟 我们先来挑一个比较熟悉的 咱们看一个G-Bus 放在这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Ratio 2比1,4比1,10比1 这就基本是中时复刻了 原来的G-Bus上面确实就只有这三个 然后呢 你会发现它这个启动时间 释放时间 它给你画红线 这个是原作 也就是它模底的那块硬件上面的范围 从0.1一直到这边30毫秒 释放时间也一样 它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希望忠实的去 在线这个设备的声音的话 你需要有这个范围 你可以在这个范围正一条 当然了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把它调得很极端 往下呢有Auto Release 你可以开开关掉 这个 而且它告诉你现在的Auto Release 大概数字是多少 再往下呢 Side Chain High Pass Filter 你可以去调整 自动调整 然后呢 立体声连接 自动增益补偿 这个地方给你Make Up Gain和Output 两个选项 或者是关掉 Make Up Gain的话 它就是 只是帮助你去补偿 压缩的部分 Output的话 它会帮助你去更准确地 把整个输出的音量进行补偿 但是信号都混合 有一些其他的模式呢 可能选项不太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个G Bass 听起来是什么样子 好 现在开始压缩 咱们把自动的增益补偿 换回来 咱放到4比1 稍微长一点的启动时间 短一点的释放 没有的 这个音乐本身不是特别的跳动 咱们可以换一个其他的模式 比如咱们夸张的试试 试一下Zena Zena这里面的三个模式 它都模拟了 THD Camp和Limit 如果你知道这个Zena Limiter 就是Chandler Limited 那个产品的话 它有三种模式 咱们试一试它的Camp 这个本身是一个色彩 非常厚重的一个设备 没有的 它给你的声音一种那种 特别飘的感觉 多压一些 我经常管的就是晕转的那种感觉 没有的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到 尤其是背后那个Synth加进来后 你感觉那声音 有那种感觉 包括你会发现 包括你会发现它Zena Limiter里面 它这个Hold这些功能全都给你模拟了 咱们再看一个比较熟悉的2K5 把人生放回来 2K5的话就是API的2500 4比1启动时间放到这个位置吧 然后呢释放的时间 Nee Hard Knee Soft Knee Medium 这个都跟硬件模拟是一样 Feedback或者Feed Forward都有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它这一个插件 看上去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每一个模式 基本都很忠实地 帮你去做出这种 Link Shape 这边Flat Low High Both 这个就是API50里面经典的 那个Thrust吧 它应该叫的那个功能 好咱们来试一试 没有的 You want to take a piece of my heart again I'll get you all cause I just don't know Sunning in my eyes The way you stare at me that I like I want to let you go But it's like something holds me tight You won't break my heart tonight But I'm going to hold it tight Oh it feels like Feels like Gellow Gellow It hurts like G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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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to the amigo Gellow Gellow 咱们再换一个 RA We try too many times 这是它的压缩的范围 咱们放到压缩 You must know me You make me crazy Kinda like honey Don't see that On better On better 没有的 No I can't lose my mind Lose my mind Cause I just don't know Sighting in your eyes The way you stare at me that I like Wanna let you go But it's 再看一个76A 虽然这是总线 但是我们可以听一下 尽可能把启动放长一些 I'm gonna hold it tight Oh it feels like Feels like Gellow Gellow It hurts like G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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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 to let me go G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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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try too many times 但这个76A你用的时候就不要拿它放在总线上 肯定不是很好用 但是你会发现它里面模拟的非常的准确 48 12 20这些比例包括all buttons in也在这里面 甚至包括它这个Q bias也在里面 这实际上是那个硬件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螺丝你可以去拧的 去调那个FET的响应程度的 如果5%的话就声音就会更FET一些 更多一些音韧 如果少的话可以减少 You got me feeling cool You got me feeling blue Something but you shall see through Something just ain't right for you Yeah Can I do like I You like I Can I do you like I 你看有一种微微的那种削波的感觉就是这个Q8S跳出来的 所以每一个模式基本都是很忠实很忠实的去模拟原来的硬件的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 如果你熟悉这里面任何一款硬件的或者是它的独立的插件的功能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里面 包括DBX的VCA居然还给了两个选项 所以说这个总体看来这个Tricom就是一个 就像我说的9和1的一个压缩的插件 什么东西都放在进去 它基本把这几款著名的硬件全都模拟进去了 非常非常的用心 虽然不是很欺眼在它很多特别强大的这个其他的插件的掩盖下 但是呢这个东西作为混音的工具 尤其是单轨的混音的工具 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 所以呢有机会的话不要错过 一定要去研究一下DMG Audio的TrackComp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要上 拜拜